幸福未满的恋人 为什么满身伤痕 拥有遗憾的我 满尔会让青春这段青春 幸福未满的恋人 有你陪我才完整 好好好 有你陪我永恒 好好好 大家怎么样 我唱得好 大有发展前途啊 怎么了 你别唱了啊 别把我噎死 不至于 唱得多好啊 要不然咱们小区中球节比赛的时候 美颜唱歌能拿第一名吗 可以 你们这事能不能不要再提了 如果真是要提这事的话 那我就重复给你们听一遍 上次比赛呢 那是因为只有三个人报名 七十岁的杨婶呢 一上台就忘词 还一个小孩儿 吓得屁股尿流的 所以您的女儿才得到第一名 话不能这么说 走走 闺女 我告诉你啊 我是觉得 咱们这个小区这么大 之所以报三个名 那是因为 咱们家美颜歌唱得好 必须拿第一名 他们不敢报 所以 才不愿意报这个名 闺女 是不是这样 爸知道你 我知道 你们都觉得我唱得不够好 不能当歌星 嗯 其实我都听进去了 所以 我改变心意了 我决定 好好地 脚踏实地地 认真地去上课 去上歌唱训练班的课 姜美颜 是姐答应我的 我 嗯 你上次明明就说过 只要我这次歌课考试 成绩全过的话 你就会答应我一件事情呢 你看 我全过了 拿反了 我看看 给爸爸看看 你看 我成过了 记书你看啊 你女儿大学二年级了啊 第一次各科 六十分以上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说三位国呀 你还真是能够吹得出口啊 你女儿念的是什么学校 大学 三六大学 就考出这种分数来了 还值得炫耀 害不害臊啊你 妈 美颜 你别管妈啊 批评你几句 你多大了 都二十了 该懂懂事了 妈妈身体不好 你爸爸工作 这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这一家吃喝拉撒全靠你姐姐 不要一开口就说这些好不好 美颜 你心里得清楚一点啊 你姐姐从小到大 无论读书还是才智 那都比你聪明都比你好 她为什么读到高三就不读了 还不是为了把机会让给你 你如今还这么不珍惜机会 成天就只知道做白日梦 我做什么白日梦了 我也是很努力很努力 下午的梦想前进啊 我不吃了 美颜 给你她 这 这干啥呢 医生不是让你不要生气吗 又忘了 你如果真不想妈 切出什么毛病来 你就不要拿钱给她 听到没有 还在生气呢 还在生气呢 我不要跟你们说话 你们都骗人 我真的没骗你 本来天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谁知道会突然被扣了半个月的薪水 怎么会这样啊 这也只能怪我自己贪心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所以现在保住工作 我已经实在偷笑了 姐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要是我知道的话 我今天就不会跟你要钱了 不然这样吧 这次我先不要 让你欠着 你这个小机灵鬼 你怎么不敢说不要了 当然不行啊 我难得考试全部过关的 等到下一次 说不定爸都七十大寿了 爸都七十了 你还要读书啊 可是真的很难得嘛 叶环这样 你不是一直说麦克风有问题吗 我帮你换个麦克风 怎么样 姐 你最好了 姐 你放心 你的投资不会白费的 等到有一天 我成为大明星之后 我会 换我买东西给你 还有啊 你再也不用去做快递的工作了 你就来当我的提升助理 然后来帮我提包 帮你提包啊 你就给我一个真没有出息的工作 你可不懂娱乐圈啊 那些大明星的新妈新姐 多神气啊 不要说导演 就连制作人 都得毕恭毕敬地喊一声 江姐 好听 再叫一次 江姐 不错 再叫一次 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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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家 欢迎 江姐 若琳啊 你看你去美国去一年 怎么都去瘦了 你爸成天念叨你 现在好了 总算回来了 若琳 多吃点啊 今天都是你爱吃的菜 我不能吃这么多 要是胖了 不知道又要拍成什么样了 是啊 我差点都忘了 吃吧 吃吧啊 一会儿一起去看电影吧 好啊 那一会儿你们俩去看就行了 我就不去了 反正我一进电影院 她一黑我就想睡觉 这是女儿的电影啊 爸 我的电影怎么能不去捧场呢 就去看那两秒半 两秒半 你也得看 好 就看那两秒半 那一会儿你要穿帅点 让别人以为 你是我的绯闻对象哦 好 她到美国学坏了 喂 你说 好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去公司 这晚上啊 看来我是真陪你们看不了电影了 我得去趟公司 你陪若琳啊 太扫兴了你 别绝着嘴啊 笑一笑 多吃点啊 那你早去早回啊 路上注意安全 嗯 若琳 一会儿看完电影 要不要约个杂志采访一下 我有点累了 那 要不要一起逛街买衣服 我 爸已经出门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必要再演下去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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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琳永远都是您的女儿 我刚才就想说 什么姐姐姐姐姐的 你就不能鼓励鼓励咱们家美颜 我告诉你 美颜是咱们亲生闺女 江卫国 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许在家说这个 咱哪儿都不许说 总之 不能让那姐俩知道 听到没有 就算我不说 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知道的 就算是要知道 我也希望是越晚越好 跟 对 好 好 你 的 专人 已经了 伟严 你来了 累了吧 这个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玫瑰花茶 先不着急 喝口茶休息一下再唱课 不用了 怎么了 我们不是说好每周末我给你补习会计课吗 你是不是这次考试又没过呀 过了 可是我妈不许我姐拿钱出来 让我上唱歌训练班的课 我姐也换了别的礼物当作对我的补偿 而且啊我姐这个月啊 还被公司莫名其妙地扣了薪水 我也不想增加她的负担 美丽被扣薪水了 所以我是完全完全没有心情再对付那些 让人讨厌的数字了 本风哥 这段时间谢谢你帮我补习 客气什么呀 这个送给你 我 我也有礼物啊 你不觉得她跟你很像吗 还真有一点呢 而且都很可爱 那卫风哥 之后如果我还需要临时抱佛奖的时候 可以再拜托你吗 当然可以了 我就知道你人最好了 那我跟朋友还有约 我先走了啊 好吧 拜拜 拜拜 我姐这个月啊 还被公司莫名其妙地扣了薪水 喂 美丽啊 是我 你现在有空吗 我有点小事想拜托你 哇 老上海的银灰缸 哇 还有老光丽 哇 还有装老师风扇 哇 你这简直就是藏宝库嘛 这储仓只要改建了 这些都不能浏览 你看 这些旧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就多拿去吧 真的啊 我从来不占别人小便宜的 那要不然这样 我把它放到感激网上去 如果能卖得掉的话 我们五五分 不用这么麻烦了 都给你 这个 你愿意免费帮我收拾整理呢 我已经很感激了 再说 那个老秦你帮我去送东西给美颜 这些就当你的车满费了 好了 别犹豫了 就都交给你了 好啊 谢谢 姜美领 你这大笨蛋 哪有人会喜欢这种女孩啊 整天只会 这个值多少钱 那个能分多少钱 你就不能像姜美颜一样吗 学学打扮打扮 舒女一点 多一点女容味嘛 算了 反正女汉子是怎么也编不成女神子 没人喜欢我就最喜欢自己呗 十八年前的旧报纸啊 寻人启事 不值钱 不值钱 小朋友们 等我们把你整理干净之后呢 找到新的主人 你们就可以重新活过来了 好 上船 不值钱 死了都要爱 不淋漓 静止不从快 感情多深 只有这样 才足够 够了 你是在唱情歌 还是过年喝水曲 我唱得不好吗 唱得很好 参加小学歌唱比赛 应该可以进入前二十强 你知道为什么赤木琴子 一定要一目花道 参加篮球队吗 因为她知道 一目花道有这方面的天分 干你呢 你只是个板子的球员 别会禁止刘川峰 滚 走 总监 喝点水吧 我要你找的事情找到了吗 找到了 我把便利贴 贴在您的办公室了 你去我的办公室 如果有看到 类似便利贴的东西 我就把它吞了 你在站着干吗 为什么没有一件事情 能够让我满意 他们都是黑衣组织 派来毁灭我的间谍吗 嗯 嗯 居然有 我以为真学了 两鸡老虎 两鸡老虎 跑得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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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开 开 来 来 妈妈没回来 各位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要买公仔 速回 谢谢啊 谁啊 谁这么渴望找到我 你为什么现在回电 你有没有一点的职业道德 这哄天雷怎么回事 喂 你谁啊 你不用管我是谁 我问你 高达西的公仔是不是在你那儿 是啊 我要买 我现在立刻就要 可是我现在在工作 你不用啰嗦 我现在立刻过去拿 那你等二十分钟之后 我们就在同沙路见 我会拿着公仔穿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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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有这种人 这么没礼貌 我没吃 奇怪 怎么感觉伤音有种 熟悉的感觉 而且一听见 就已把莫名的火再烧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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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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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红 你 你不会这么提船吧 喂喂喂喂喂 小红 喂喂喂 小红你坚持住啊 喂喂喂喂小红你不可这时候去船吧 喂 你小红你坚持住啊 喂 小红你坚持住啊 是 你坚持住让姐姐去地匿赚钱 看你一身老婆 人呢 人呢 不是跟你约好在同岔路旁边吗 你人呢 我的车坏了 你有这么多 你在哪里 我立刻过去 你先掉头往回走 左转之后 往前三分比 这人 心里受过什么创伤啊 陷得这么急 该吃药了 你再坚持一下啊 坚持一下 是她 你需要卖家 东西呢 东西在哪儿 关总监 您还真是贵人多往事啊 又不记得我了 那我来提醒你好了 在一个冷嗖嗖的大风天 穿着个苹果妆 差点没跪下来求你的可怜女孩 想起来了吗 小层嘣嘣嘣 啊 啊 爸 我知道了 你是要血验报复是吗 气我不帮你 是啊 我不否认 就是这个意思 我告诉你 我不会受危险 就这么走了 别告诉我没提醒你 你上次那个公仔呢 全世界还有三个 但是这个 上天下地 绝无仅有 更别说连拆封都还没呢 这么西式珍宝 到哪儿找去啊 你 我先说 我不是公仔收藏家 这东西在我手里 就跟小强一样 啪一下 就把他踩烂了 更别说 要是我脑袋一热的话 丢进垃圾桶 这样的宝贝在我手里 只能过他命苦 跟错了主啊 你不要以为你这么说 我最怕你 我告你 我 我 我不说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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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说 就说我不喜欢现在这个快递上不了 行了吗 这样可以了吧 关总监快认快议 那我也不啰嗦了 我的车坏了 所以呢 我本来是想面交之后就去送快递的 可是 现在把我的时间都浪费完了 所以你只能再等一等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那你知道 我的车坏了 你想都别想 那你稍等了 上车 等等 又怎么了 不是都答应你了吗 那我们家小红怎么办啊 总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马路边啊 你再破车 就算插上钥匙丢在马路边 也不能让人看上眼呢 你之前怎么这么说话啊 告诉你 我们家小红也是有自尊的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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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自己推着车医损户 我们再不卖给你了 我发现实验 算你肯 上车 秉强 叔伯 秉强来我的位置 陆上体肥胎 同时的破车 帮我拿去修 走 这些好特别啊 自派一张 我还是同一次做这么气派的车送快递呢 请问左转啊 我知道 我有GPS 哦 GPS 你这里面没有音乐可以听吗 没有 不要碰 你平时因为他说的好不合的闷吗 也没有人说话 也不听音乐 现在坐40公里 我知道 我有耳朵 你不是去做音乐的人 为什么不能听音乐啊 我的车上不需要噪音 那不就很无聊 那你平时想做什么呀 真不敢想象 一个做音乐的人竟然不听音乐 对啊 我正不敢想象我车旁边坐了一个长蛇褥 不是很长啊 小心小心小心 往右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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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 往右一点点 好好好 小心小心快吃 小心啊 喂 你其实不错 叔叔 没让我们先过吗 我们送快递很急的 急别用这么好缺送快递啊 不好意思啊 让我们先过吧 谢谢啊 谢谢 你别急 你这个GPS虽然好虽然先进 但是这边的路我每天都走 什么时候堵车什么时候人少我都知道 听我的准没错啊 听我的 前面右转 你这轮胎啊 活得差不多了 刹车也快磨完了 轮步也有问题 红贯的冲冲给我换掉 外形也整理得了 记住 千万别给我省钱 明白吗 好 喂 汪女士 是我 我查到线索了 是吗 有个孙景深的同乡 曾经在香港见过他 当时他在批发玩具 孙哥在香港 消息准确吗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不过我会跟着这条线索查下去 有任何消息 我马上通知你 好好好 谢谢你啊 我等你好消息 孙哥 你究竟在哪里啊 你好 我是快递 这是您的货 请在这儿签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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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我以前见过吗 真的都不理我 一句话都不想跟我说啊 快点 知道了 催什么催 那么凶 走吧 麻烦您接受 好 没催啊 不好意思 给您换一只 好 怎么能装了很多只在里面啊 不好意思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找一下 干吗 签字 下次不要用这种不好用的饼啊 记得了记得了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我这次专门签百万合约的饼 拿来签快递 还被嫌弃 好了好了 不要生气了 不要生气了 我们快上车吧 乖 我先上车 我先上车 喂 我已经到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马上去给您送过去 喂 柯月已经在催了 要不你跟我一块去送吧 喂 你这女人别再专进手 被你户来换去已经够了 现在我帮你送快递 你可以这么想啊 你现在不是在帮我 而是在帮你自己 这里有三五户人交要送呢 我一个人跑得花多长时间啊 你别说后面还有货了 当然 如果你喜欢等愿意等 目前跟我相处很痛苦的话 我也没话说 行了 你最后一句话已经说服我了 跟你相处的确很痛苦 我送 好 不能坐电梯 为什么不能坐电梯 你应该不会不知道我们要上八楼吧 总之不行 不行 你这人是有病吗 为什么不让我坐电梯 我看你身材不错 你平时有在健身吧 那又怎么样 关先生 你平时开着豪车 吹着冷气 在有私人教练的地方 锻炼你的身体 可是我们这些穷苦人家没那个钱 也只能走走路爬个楼梯了 你不会忍心拨夺我们这小小的权利吧 而且话说回来 其实爬楼梯的效果也不比健身房差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试一试 经济实惠又环保 怎么样 你干什么呀 我不能坐电梯 我不能坐电梯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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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不明白人家想什么 因为浪费时间爬楼梯 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就是钱 是你吗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我救你了 我们要出去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毫无破绽 谁不吃当演员的料 我出去 不要 不要 你不用忍了 我是不会相当的啊 快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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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怎么了 医生说 我这叫幽闭恐惧症 我真的不能坐电梯 我没骗你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有这种特殊的状况 没关系 我没事 你放心 我没事 你放心 你先下去吧 我自己送就好了 来 给我 我不知道要帮你啊 我最想快点拿到我的公仔 谢谢啊 喂 我又没有姓 我叫姜美丽 美丽 怎么会有这么俗的名字 我妈去的 我觉得棒极了 你为什么会有幽闭恐惧症 不想说就算了 我不是不想说 不是不想说 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从我有记忆以来 我就害怕坐电梯 只要看到电梯里面透出来的光 我就会全身发抖 天旋地转 就好像快要死了一样 我爸妈也带我去看过医生 但是医生也说不出来什么 就说可能跟我小时候的遭遇有关 我不记得小时候有什么 爸妈也说没什么 奇怪 我为什么就是怕坐电梯呢 我说完了 害你了 我又没病 你有病 而且病得不轻呢 你的病症就是 一看到公仔就会两眼发亮 失去理智 你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公仔啊 说嘛 说什么 我们来比赛吧 如果你赢了 我就付你双倍的价钱 来买你的公仔 真的 你说话算话 绝不反悔 不过如果你输了 公仔就免费给我 请教 没开始 你作弊啊你 验赌服输 真以为我会输啊 喂 喂 喂 你站住 喂 你干嘛突然停下 锁了 妈呀 你又怎么了 我脚扭到了 你就给我在这儿待着 别动 喂 喂 车上那些货 后来全是大魔王一个人送掉的 他甚至 还跑去超市买冰块让我扶脚呢 他这人 其实也没有外边那么冷的被务情嘛 别忘了牵手啊 喂喂喂喂喂喂 喂 还有一个 态度好一点啊 喂 你快一点 没时间啦 你还想不想要你的公仔啦 想不想要公仔啦 喂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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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我害你跌倒的 扯拼 拿去 谢谢 你的脚 要不要我带你去看个医生 没事 治点小伤要是要去看医生的话 那我今天跑的快递不都白跑了 你看 没事 我知道附近的诊所 带你去看一下 真的不用啊 我可不想跟你瘸了之后 再去讨论要不要付这笔医药费 你这位是 上车 刚对你有点好想吧 好 去就去 但是我先说好了 去诊所的话能太浪费 你就去我那个认识的中央行就行 行吗 要是前面这个中药馆 不用担心 反正只要按时吃药的话就 我还就会买的 下期见 拜拜 好 好 好 原来是这样 你喜欢它吗 关你什么事啊 等一下 如果你看这个中医 有什么问题的话 打给我 我介绍个西医给你 不用了 我就喜欢中医 承认了吧 喜欢中医 喂 中央行的 出来一下 来 来 你朋友绞伤了 他需要你 帮他看看 美丰 美丽 他走不了 你得搀扶他 那当然呢 对他来说 公主抱会更好 你得搀扶他 不用 不用 我能走 我能走到 快 给我记住 放心 我一定记住 大魔王 爱你天使 这还是同一次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吧 咱俩 咱俩 这里疼不疼 一点 这里呢 这样呢 放心了 没事 好在刚才用冰敷过 没上这筋骨 只要消消肿就可以了 嗯 那就好 要是因为这点小事 要请你家休息的话 我真的心疼死了 对了 刚才那个人 你跟他很熟啊 我跟他不熟 他就是一个 叫快递的客人 我们见过几次 他那个人啊 是出了名的怪人 刚才那几句话 你别放在心上啊 我放在心上什么呀 对了 那个一会儿我送你回去啊 麻烦你了 客气什么呀 你是美颜的姐姐嘛 你抓紧了啊 别掉下去啊 你再认认啊 马上就到家了 再慢点 多慢都无所谓 你不要走啊 阿姨 你快点救救我妈妈 阿姨 你不要走 我妈妈 妈妈 妈 难怪你妈妈 你不要让妈妈 不要听 爱意的话 妈 妈妈 你小心 妈妈 小心 妈妈 小心 妈妈 小心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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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松手我给你收拾啊 孩子 妈 妈 放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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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他收拾 你让他带去了 儿子 你妈妈已经不在了 以后 你就跟爸爸 还有阿姨住到一块儿 听到了没有 过去把车开过来 别生气了 一会儿抓紧收拾 啊 我今天把话给你讲清楚 把你留在我们家 我已经是最大的极限了 听明白没有 你给我老实点 我跟你说话呢 我跟你说话呢 就听你的蕾灵 你给我老实点 我来说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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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说话呢 你们终于一家团圆了 小红 小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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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变这么美了 你去做电工老体了 谁想跟这个大魔王暂时前缘啊 真是叫小红 好 今天我们就继续送货抢全 小红走 这只麦克风好像不错 小姐 我要这个帮我包起来 请稍等 以我姜美妍的实力 再加上这只麦克风的威力 我想我的心路肯定是 脾气战机所向无敌了 接下来就能心下挖掘啦 喂 你好 请问一下是姜美妍吗 是 我是 我们这里是成益唱片公司 我是想请问一下 你有兴趣跟我们公司签约吗 签签约 我 小姐你好 你的麦克风已打包好了 不好意思啊 这只麦克风我不要了 没关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那我马上到 我马上到 好 拜拜 好 拜拜 我 我是哪个人进不对 干嘛跟着疯子躲 哎呀 崇雨强 总监 你在干嘛 我在找找看便利贴 是不是掉在里面 奇怪啊 我们昨天明明就把便利贴 站在电脑上了 便利贴上面写什么 就写了对高机密啊 宋一强 你脑袋被门夹到了吗 此地无垠三百两 这句话你没听过吗 昨天你看 我明明就把便利贴见 连送快递的都知道 要亲手把货品交给收件人 你不知道吗 大哥 下面的镜头呢 下面才是重头戏啊 这十一点到三点的 视频录坏了 损毁了 坏了 这么巧 这得有多低的概率啊 这两天 还有谁来看过录像呢 对 昨天下午那个 张全的助理来过 我 制作人你好 我们公司你应该知道吧 知道 当然知道 程毅 全中国数一数二的音乐制作公司 早期呢 有汪璇 现在有继琴 方凯 还有徐若霖这些天后男神 对了 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王牌制作人 关毅 够了 你只要知道我们公司不是那种 挂羊头卖狗肉的诈骗集团就好了 其他的那些不重要 是 你在网络上的演唱片段我有听过 我觉得你很有潜质 只要你愿意签给我们公司 让我好好栽培你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 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人 变成明日的歌坛巨星 真的吗 我真的可以吗 要对你自己有信心 我觉得你的歌声很有特色 很吸引人 是块带着的朴玉 对了 你满二十了吗 满了 满了 你家人 会不会不支持你做这一行 不会 应该是满赞同的吧 既然家人支持你做这一行 那最好不过了 准备一下 跟我去录音棚试唱一段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合同的内容 现在 别紧张 就按照你平时演唱的方式唱就好了 可 可是我 我没有准备 现在就唱好像有点突然 而且我 我还有点感冒 那那那好 那就等你感冒好了之后 再来找我 不好意思啊 我会再跟你联系的 谢谢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虽然没有听到歌声 过外形还不错 包装包装的话 一定能够一泡二红 到时候就不用再受那个官邸爷的气了 希克呀 官总监 我不长了没时间 是不是你拿送一抢的便利贴 什么便利贴 你有证据吗 看不出来 官总监平时那么讨厌抄袭 却很喜欢诬赖人呢 我要是有证据 你现在已经在派出所做笔录了 欢迎 对 虽然这是最高机密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和你分享 我最近刚刚发掘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曹根女儿 打算力捧她 力捧为三寨甜心 抄袭宝贝 官邑 我尊重你是前辈才处处让着你 但是你不要欺人太甚 等我跟她签了约 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 原来还没签约 看 韩似乎 我答应 卫士 哦 我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签先赢 有了这份合同 就算你是官帝爷 也抢不了我的人 坦白跟你说 你就是我们公司接下来 要重点打造的新人 我们要把你打造成 徐若霖的接班人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给你安排 很多培训的课程 可是 你学校那边的话 没问题的 要是没有办法兼顾的话 我会先办休学的 不好意思啊 喂 是 我是 程毅 宋一强 告诉你们家总监 江美颜 已经跟我签约了 叫他以后不用再打电话过来 总监 被张璇抢先一步了 走吧 干架什么 总监放心 我绝不会手软 去楼音室 难道被小偷闯空门了 别的工作不用做了吗 是 诚意公司 对不起 没关系 天哪 你 你是徐若霖吗 我超喜欢你的 你每张专辑我都有 对了 我刚刚才签约 以后我就是你的师妹了 请师姐多多关照 好啊 对 这先前艺人宿主 怎么样啊 关总监呢 哦 总监啊 他去录音室了 跟阿树 我在办公室等他 这个新人好像条件不错啊 不光外形条件好 而且配合度也很好 最重要的是 他的歌声 还是得到官艺的亲自认可 好 请李总放心 有了这张王牌 我有把握 让他取代徐若霖 取代徐若霖